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影响中国发展的未来数年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官方宣布中国人口14亿 实际上10亿左右 但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口数量虽不是最多的 也是第二多的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面 中国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 也正因为如此 许多人迫不及待的希望中国人口能够减少 这样的话 他们的日子也就会更加的好过 过去的几年 这个愿望实现了 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 用不了几年 中国人口就会大幅减少 但是这样老百姓的日子真会好过吗 为什么官方对出生率大幅下降那么着急 积极的推出可以生三胎的政策 但是年轻人就是不买单 不愿意生孩子 甚至喊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口号呢 我们不管年轻人情绪上的发泄 或者他们个人不结婚 不生孩子的选择 只从中国国家层面来说 目前生育率走低 人口下滑 这是中国未来数年最核心的问题 因为这牵扯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中国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 而是年轻人少老年人多的问题 如果中国只有七八亿 甚至四五亿 但是如果是年轻人多老年人少 像印度尼日利亚那样的人口结构 也构不成任何问题 看看日本那么富裕的发达国家 由于人口持续不断的减少 尤其是年轻人减少 老年人增多 导致日本央行怎么放水 经济尤其是消费都起不来 日本政府想通胀 结果却是多年经济萎缩 很多人认为减少人口 可以让国民更加富裕 因为分子减少了 数值就会变大 持这样的想法的人 恰恰忘记了 国家的财富是所有人一起创造出来的 减少了人口 固然是减少了分配财富的人 却也减少了创造财富的人 是分我和分子一起减少 最主要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以后创造财富的人将越来越少 享受财富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的财政现在已经着急见走 以后很多城市降低了落户门槛 不就是抢年轻人吗 因为年轻人可以做接盘侠 买房 支撑住下滑的房地产 贡献税收 社保 医保 养活那个城市的退休人员和政府 还可以生孩子 维持住幼儿园 小学 中学教师数量 还有婴幼儿用品 母婴用品的消费 年轻人以及年轻人 结婚 买房 生孩子 工作 不仅贡献税机 还提供消费 养活 众多的工厂 因此各个城市都加大了力度 去抢年轻人 西方国家要年轻的移民 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这么多年出口的大头 是轻工业产品 所谓轻工业就是指人们的日常消费品 日常消费品自然就是要以便宜和方便为主 这样人们才能买得起 用得上 所以轻工业产品利润是非常薄的 若是这东西太贵了 人们很有可能就将这个日常消费品变成奢侈品了 所以在发展轻工业的时候 首先就要降低这个东西的成本 想要降低成本 就要在各个环节上压缩生产成本 中国人口多 且中国人口分布比较集中 主要居住生活在几个沿海城市 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所以不管是制造业还是运输成本 都能降低不少大量集聚的劳动力 是中国轻工业发达的重要的原因 因为人口密集 节省了物流成本 在有轻工业本来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像郑州富士康30万的员工 这就是劳动力密集的好处 中国人减少 尤其是能干活的年轻人减少 跨国公司还会把制造工厂放在中国吗 很多人在乘坐地铁的时候 都会发出这样的抱怨 太挤了人太多了 要是中国人少点就好了 然而他们却忘记了一点 那就是公交和地铁 只会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 而不会出现在农村和一些 人烟稀少的地区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只有人多了 才能够负担得起 公交和地铁的运营成本人越多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运营成本也就越低 一旦人减少了 运营成本将会添价 也就不会有人愿意去乘坐地铁和公交 到时你即便想紧也没得紧 再有资源不是凭空产生的 要经过人的劳动才能够成为资源 如果没有人的劳动 即便是再多的石油煤炭草场 也无法成为资源 比如说蒙古 虽然各种矿产丰富 但由于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开采 因此根本就无法利用 蒙古依然是十分的贫困 人口减少 人们的需求也就减少了 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根本就不会有就业机会 只能是前往大城市寻找出路 在目前就是往东南沿海迁移 那西北西南东北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即使有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财 且不说财政能不能支持得住 边疆能不能守得住 都是一个问题 守边疆不只是军队的事情 还有一个人口的事 当年大清朝放弃外星安领的大片领土 原因就是人太少 站了之后没有人居住 也守不住 唐太宗李世民在李靖抓了东突厥首领之后 把他放了 又让他继续做东突厥首领 驻守在那 原因也是东突厥地区 没有汉人居住 即使灭了东突厥 也会有其他的游牧部落 占领那个地区 在秦朝 江域已经到达岭南地区 即南岭以南的广东 广西和越南的东北部 是百越诸族的聚居地 但由于来自秦朝的驻居行政人员 和移民数量太少 最后这些地区也都独立了 我们都知道 中国边疆中最不稳定的就属于新疆地区 除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还比邻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 一旦新疆的人口大幅减少 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某些组织就很可能联合东突厥斯坦运动在新疆作乱 西北一乱其他地区也不会安稳 目前来看中国人口生育率降低 死亡率超过出生率 人口进入逐年减少的快速通道 这不仅会导致老龄化严重 社会负担加重 劳动力不足 不能为目前的这种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带来经济发展 还会导致消费需求减少 造成工厂效益不佳 恶性循环 最后大量工厂倒闭 房地产没有接摊侠 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教育母婴产业大幅缩水 多年后人口大幅减少 边疆尤其是西北也会不稳定 所以生育率走低 人口下滑 这才是中国未来数年最核心的问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